所以這個張昌君 你怎麼看待一個最新的發展 登陸克里米亞半島 對 這個烏克蘭的特種部隊 登陸克里米亞半島 這是算洗澡 但是洗澡它這個戰略的價值很低 我要認為它應該是要 其實它收復它的一些私土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這要把這個私土光復了 收回來 這些被俄羅斯佔據的 這烏克蘭原本的領土 應該這樣 它洗澡完畢之後 照了個像 國旗把烏克蘭國旗 他們通通撤退 這確實會讓軍心士氣大震是不是 對西方也有點交代 那沒有啊 你沒有站到你還是回去了 又回到原點 還被抓了一個俘虜 俘虜還被審訊 你被俄羅斯拿去做牌做招去了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認為它的 它這個沒有戰略價值 我甚至認為宣傳價值都沒有 因為它這個特種兵 回來之後 就點名少了一個 為什麼 被抓到了 所以這個我認為 我認為烏克蘭現在看 這是為何而戰 大家從中間的畫面看到 它的畫面其實都還蠻清楚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不曉得這是監視錄影器嗎 還是怎麼樣 這是因為晚上 它的夜視紅外線 這紅外線感應 因為傳它有不同的比熱 所以這是俄方所拍的嗎 這個是 這個應該來看 這個是搞不好是 烏方 沒有 烏方 因為如果俄羅斯知道 我當時就把你擊毀 那是因為烏克蘭它旁邊有一個 它要回去做宣傳嘛 你看我兩艘 然後我順利上路 然後突擊 突擊完畢之後 造火下 造火下 完全撤退 新聞兵來 但是問題是被抓了一個兵 特種兵沒有回來 變成這個狀況 但是它把這個這樣 這位就是被擄獲的 被俄羅斯擄獲的一個特種兵 這它審訊的過程 對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這個沒有戰略下 它要做的 它是要是光復它的師徒 我認為這個重要 它現在做這個 然後有沒有得到什麼 沒有得到什麼 你的撤退可能還會有戰損 因為突擊的時候會有戰損 對 但最近烏克蘭做的 好像都是這一些 這是我認為他應該想 現在烏克蘭打到現在為止 打到一年十個月了 他要去想到就是說為何而戰 他是為了他的國家 光復國土而戰嗎 應該是這樣 還是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為了西方國家而戰 然後損失那麼多的 這個家破人亡 損失那麼多的戰事 他為何而戰 然後是為誰而戰 為自己而戰嗎 還是為了西方國家 為了美國 他要去想這一個 因為這是大災問 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核心價值 烏克蘭要弄清楚 第二個他要去預想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把這個從 伊朗所擄獲的這 一百多萬發的彈藥 包含AK47的這些強彈給他 換句話說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430億個國家 加上其他的 包括澳大利亞 40億個國家給他 現在不夠了 把這個擄獲伊朗的 給這個烏克蘭來用 西方國家在這方面 也變成強弩之末 不是拿最先進的 這個是在兩一戰爭的時候 擄獲的武器 兩一戰爭20多年前 這些AK47 當AK47更久 因為AK47出來的時候 是1947年 所以他還叫AK47 也可以用 但是問題是給你舊的東西 你今天如果是烏克蘭 你想想看 你把這些二戰後的 就相當於越戰了 越戰的這些武器給我 然後叫我去對付俄羅斯 想想看 到底是烏克蘭是主任 還是烏克蘭被利用 烏克蘭要想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政治的問題 也是戰略的問題 你在戰術上 你這個突擊克里米亞半島 你上去照了一張國旗的照 然後跑回來 你會不會想想看 這個不成比例 你這是為了交代 但是問題是 有沒有什麼戰略價值 有沒有收復師徒 現在最重要是要收復師徒 你覺得收復師徒可能嗎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講到這一年下來 他收復師徒只有到達0.3% 那0.3%你要收復到百分之百 我講過嘛 這叫300年 因為0.3 你一年收復才0.3 那你要收復到百分之百 是不是要300年 怎麼可能有300年的戰爭 對啦 但不管如何 這樣的一些新聞 我們看到在這個媒體上都登得很大 烏克蘭登陸 克里米亞半島 今天確實是達到了一些這個宣傳效果 好 最後一點時間 我請教一下這個閻老師 我們講一下這個立陶宛 接下來馬上就是這個一帶一路峰會 一帶一路今年已經是10年了 那接下來我跟介大使呢 我們在這個世界越來越路 特別講這一題 所以待會節目中就不細講 那請大家上網去補課 幫我按個讚 10年前大陸跟17個中東國家 還有希臘都簽訂了合作 就是17加1嘛 那但是2021年這個立陶宛退出 立陶宛現在戰隊戰得很鮮明 配合美國禁用華為5G設備 全部拆掉有沒有 中國呢也很狠 中斷了整個中歐班列 通過立陶宛的路段之外 更狠的時候 200條蓋好的鐵軌 都有可能把它全部拆掉 閻老師怎麼看待中國這個操作 我覺得立陶宛 它這個做了這樣的一個選擇 當然是等於是代表美國去做一個 想要做一種外交性的突破 因為我們看到 美國 日本 歐洲這些大國 不管怎麼批評中國 到最後說我們還是維持 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 那就是說盡量還是不撕破 完全不撕破 可是立陶宛有一點點就是 我去讓立陶宛去做這樣的事情 去激怒大陸去怎麼樣 看看大陸到底怎麼處理 如果今天譬如說 大陸真的主動要跟立陶宛斷交了 說不定對台灣就覺得說 哇 我們有一個機會了 可是也很難講 因為有的時候他主動大陸跟他斷交 他也不太敢跟我們建交 因為有的時候在聯合國的議題上面 還是會有危險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大陸是 還沒有想出一個方式 我認為他還沒有想出一個方式 但是在經濟上他可以做 政治外交上面 他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先用經濟的就是 一帶一路你退出沒關係 那我就把我一帶一路原來有的東西 可能鐵路這些都撤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國就是被你 你要沉得住氣不能馬上就 就是用膝蓋式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大概也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懲罰 可能是我們常常講說 最符合你得罪我的地方 或者你要退出一帶一路 那我就做這樣的懲罰 而不一定是斷交嘛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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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各種方法 人工添加物 十字花 一 十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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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十字花 十字花 一 十字花